弟兄姐妹平安 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我们感谢选的话语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 第二次预言 他要受难 并且第三天复活 整个这个单元 可以从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 一直到十章三十一节 我们仍然分两天 把主耶稣第二次 关于十字架事件的预告 分两天讲完 今天我们讲九章三十到十章十二节 这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 这个单元相对来讲 内容比较长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到十章三十一节 确实很少有人把这样的信息放在一个统一的单元里面 做一个整体来讲 我们翻面了很多的资讯 看了一些著名的传道人的一些相关的讲论 我有两点主动 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感想 第一点 几乎所有的神学家 团道人 明目 教科书 神学院的教材 一致认为 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 是杂乱无章的 或者是随意编辑的 或者是一种各种资料堆砌 然后放在一起的结果 这一点让我们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震惊 非常伤心 我们总认为我们比圣灵更聪明 比圣经更高明 看不起圣经本身 它的结构 它的意义远远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么到底这一大段经文 怎样组织 怎样编辑 怎样理解 才能够更接近 圣经本身的意义呢 求神特别的帮助我们 我们从始至终 希望咱们这些弟兄姊妹 永永远远在圣经面前 保持一个谦卑而敬畏的心 就是圣经是圣灵的作品 这种写作的方法 这种结构方式 这种编辑 这种材料的罗列 一定有至高的美丽 如果没有这一点 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 不配上位基督徒 第二一个让我们沉悍的 当然是 马克福音十章 一到十二节 著名的关于离婚的教导 政治 暴力和性 永远是人类世界的永恒的热点 所以你只要到网上去查这段经文 凡是以淫乱 离婚 为正道主题 以马克福音十章 一至十二节 为正道经文的视频 基本上都有几十万的点击量 从嘉南的父亲韩 到今天的爆料党人 还是废料党人为耻 人类的这点出息 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喜欢看这个 因为我们是 痊愈和肉愈的灾民 我们渴望在这里面找到满足 但问题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主耶稣讲了这样的一段话语 或者圣经记载了主和法利赛人 这样的一段对话 而且偏偏地把它放在主耶稣预告 他即将死而复活的这个主题之下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换个问题给大家 就是圣经记载这个经文 所谓关于离婚的教导的这段经文 和主耶稣 死而复活有什么关系 你找遍所有所有的这些讲道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主说我要死了 然后这些败类在一起 咱们看看黄盘吧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事实本身正是 主死而复活的原因之一 就是特别的帮助我们 一个方面 今天让我们更接近 圣经对这个单元安排 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第二呢 帮助我们把马可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 和主的十字架事件紧紧的紧紧的连在一起 现在给大家的答案就是 那段讲乱恰恰的在告诉我们 耶稣为一生的死 不能做到这样的连接 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不要去传道了 不要把马可福音整个这个单元切成零零碎碎的 然后变成这个小国家的人本主义的工艺品 去贩卖人本主义的噪音 我们必须把这段经文紧密的放在主关于受难复活的预告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今天刚才 宋都的经文是整个这个单元的主题 所有所有的资料都是为基督并排定时字架服务的 这是至关重要的真理 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构 我们才会更多的来接近真相 每一次我们来讲论 不是为了表明我们比所有人都高明 我们的物理有两点 第一就是圣经永远比我们高明 第二我们每一次聚集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比昨天更一步的接近圣经 愿主与我们同在 每一次诗经 我们基本上会讲这样几个主题 第一语境 第二结构 第三示意意义或者字意 第四应用 我再说一遍 就是这么几个主题 是每一场讲到基本上都会涉及的 语境 语境确保我们不至于跑题 离开了一个语境 单单的把它切碎了 拿出马克福音 十章一到十二节 你就是一个婚姻教材 太可悲了 太可悲了 那些东西到哪都能找到 不仅在圣经上有 第二个结构 结构你才知道 为什么这个单元可以换在一起 第三示意 所有这些道理都是以原文示经 基本的含义 字意 字意 字意为基础才有灵意 没有字意没有灵意 最后 愿意的话 可以把前面三方面的信息总结出来 应用到我们个人社会和现实的生活之中 听看女性 第一次主耶稣预言的是受难和复活 我们重点看到的是什么呢 两大事实 第一 耶稣是谁 何谓基督 以及他这个预言宣告之后 魔鬼及其污鬼对他的拦阻 很清楚吧 然后第二次预言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我们的主题就是人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第一节课讲的主题是基督是谁 那么第二次主观于受难和复活 可以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这个主题在基督论的背景下可以分成两个问题 第一他因何而死 第二他为谁而死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等一下那个单元就串起来了 我再说一下 第二次主耶稣预告受难和复活 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是什么 把它分析成两个子问题 第一他因谁而死 被罪人杀死的 罪人为什么要杀他 等一下我告诉你 第二他为谁而死 他为了拯救这样的罪人而死 原因和目的都是一类 就是我们 人是什么 我们再看这个结构 我再说一遍 第一次预言 第一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宣告了基督是谁 宣告之后 魔鬼及其差异 马上起来拦阻 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 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他为谁而死 因谁而死 我们这样讲就扣到了 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的一句话 是什么呢 就是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这话很别扭 这话很特别 好像不是人一样 而且交给谁 交给所有的人 我们的研究主耶稣 关于受难和复活的这三次预言 有一个功课是不可少的 那就是把三次预言平衡放在一起 你要仔细的去研究 你会发现你要去看见其中的差别 而这差别包含着逻辑上的连接 也包含着特别的目的 第一次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对比 第一次他谈到的是 交给长老继次长的文士 这一次他说 人子要被交给人 这太吓人了 这太震撼了 这太重要了 这是语境 就是要把今天要讲的经文 放在这个语境当中 就是几次预言受难复活的语境当中 对比研究 然后得出特别的结论 语境完了 我们看结构 大体可以按照这样的交叉结构来安排 第一段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标题 主题 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与复活 第七部分 跟他乌英的 主实际上是预言教会 或者这些使徒将来的命运 对基督的命运的预告 对使徒和教会命运的预告 往中间走第二部分 耶稣因谁而死 耶稣为谁而死 人是什么 第二段 马上让我们看见的 第一大偶像之下的罪人 罪人是什么呢 就是崇拜权力的人 整个圣经啊 这段经文 这种叙事方式 以前我没有想过 昨天本来我回去想睡觉 越研究越兴奋 睡不着 就是圣经太伟大了 在这段结构当中呢 他有一点让我们特别感动的 就是他指着耶稣死的理由 就是为罪人而死 因罪人而死 他拿谁来举例呢 他拿使徒 他拿我们 他拿教会来举例 在这个权力崇拜这个问题上 首先拿出来定十字架也好 首先拿出来给我们展示那种丑恶的人是谁呢 彼得约翰 雅各 我们这拨人 在所有的人类当中 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在整个的这段叙事当中 使徒都被拿来做反面教材 这是圣经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所有所有的这个罪人当中 我们永永远远看见我们是罪魁 当上帝审判整个人类的时候 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永远排在第一位 所以在这段对罪人的这种审判 或者在解释耶稣为谁而死因谁而死的时候 他首先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作为人类 作为罪人的代表的我们是什么人 所有的人类都普普在权力斗争 政治偶像之下 但是这里面站在第一排的同学 是谁呢 是彼得 雅各 约翰 十二使徒 为了一点点破权力 那么点的权力 那么的丑陋不堪 他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 我们是因为是权力的偶像 所以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定死了耶稣 在这点上 使徒和长老祭祀 没有区别 马可福音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的最为诚实 最为深刻 我在马可福音概论的时候 好像讲过 就是 马可福音当中的使徒 比马可福音当中任何一个人物 更不堪 有这个印象没 一个妇人也比他们有信心 一个被魔鬼病的的人 也比他们更懂基督 但是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 他们不明白 他们还愚弯 有一段经文排比 主怎么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还是愚弯吗 你们还是刚硬吗 那就是我们 所以第二一个信息呢 就是让我们看见 政治斗争权柄 匐匐在权柄之下的罪人 可怜的现象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 就说 人则要被交给人 这人首先是我们 所以你看圣经这个逻辑多美啊 多好 然后第六个部分 然后第六个部分 跟第二个部分 和派 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一群仆仆在钱财 权势下的罪人 谁仆仆在钱财下面呢 一个要追随耶稣的平信徒 青年的财主 以及那些使徒们 又来了 这个世界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 要拯救我们 被我们杀害 因为我们是崇拜权力的罪人 因为我们是崇拜马门的罪人 这么美好的 马可福音的第二个代表 那个结构 怎么就被他切碎了呢 凭什么就说 他是零零碎碎 毫无章法地放在一起啊 多美啊 这是不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 好做事物 使人有智慧呀 中间是悦人的远目情欲呀 再往中间走 第三部分 小子 第五部分 小孩 多漂亮 使这小子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人际关系表现出人对人的伤害 人对人的不接纳 人不接纳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从中国这个背景下来的 我们就真的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对人有一种本能的敌意 怀疑不信 在这段经文里面表现得更彻底 同样很重要的是 这里面又是以门徒为例 一个非常丑陋的基督徒 一个非常丑陋的牧师 他叫人不媚 他叫约翰 他说有人奉你的名干鬼 我们要弄死他 我们要禁止他 为什么要拿他来做例子 所有的人类都这样嘛 他为什么要拿约翰来做例子呢 因为我是豆干的 于谦是盘干的 我不骂他骂谁呀 是这个意思 约翰被拿出来做反面教材 一条呼应的小孩 这个小孩表现出人际关系哪一个方面 代际关系的矛盾 所有的成人都讨厌小孩子 主就恼怒他们 说把他们带过来 小子可以指人际关系的冲突 人对人是狼 没有人真的接纳人 第五部分小孩子表明 我们的代际关系有冲突 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之间的冲突 到了中间了 夫妻 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讲 什么夫妻 男女关系 夫妻关系 我们在那里面 圣经在那里面 记载了那样的一个冲突 一个教导 我们全部的经历 放在了一个方面 就是圣经到底 允不允许离婚 须之若物 众口一词啊 但是我们要明白啊 他记载那个干什么呀 他告诉我们 普天之下 男女关系也败坏了 为了情欲的缘故 夫妻移成了仇敌 而且在神面前都受审判 不仅如此 这里面明明确确的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就是法利赛人之所以 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为了问答 不是参加ZSMB 他提这个问题 是干什么 试探耶稣 那我有个问题 给所有的基督徒 怎么就试探了耶稣呢 耶稣又没结婚 他更不存在离婚 也不存在再婚 那怎么就试探耶稣了呢 回答我呀 你翻到那些 讲到的视频讲章啊 谁正视这个问题啊 如果这个问题 你不回答 那段经文你完全不懂啊 不仅完全不懂 你根本不知道 那段经文 跟主的关于死难 和复活的愈化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记他干什么呀 什么关系啊 我们总结一下 从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找到的一些 基本的讯息啊 第二次预言 告诉我们 主要死难和复活 而这一次讲的 死难和复活的原因 是他要被交给人 交给你我 交给地球人 那人怎么了 凭什么交给人 凭什么罪人 把耶稣交给罪人 凭什么他要为我们死 那答案都在这里啊 我们看白色的 那个框里面的字 这七个部分 还可以这样来讲 从人跟神的关系 看人怎么了 就刚才我们读的 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只有圣经对人类有如此深刻和诚实 简而有力的一个启示 人是什么 人是杀神者 下人不啊 震撼不啊 圣经啊 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认识过自己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用三节经文 向全人类宣告我们存在的真相 那就是你们是杀害上帝的一群妖孽 我们恨上帝 直到把他杀死 这是人的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定义 所有的人都是权力崇拜者 你可能不崇拜政治权利 你崇拜家庭权利 你跟这个老婆吵架 你每次胜都是因为你声音更大嘛 权利是我们的第一个哑巴鬼 第三个方面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谁接纳谁 而且赤枪凌绕 人际关系 人和权利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往中间男女关系 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真的 你不要把目光盯在 关于什么离婚的教导 它让我们看见的就是 我们真的应该大哭一场 曾经那么美好的爱情 最后为了离婚和互相离弃 弥天大黄 搜长瓜度 上窜下调 真闻周纳 就是为了彼此能够弃绝 我们的爱情和婚姻 什么时候走到了这一地步 不仅如此 自从亚当加瓦离开伊典元 就是千千万万的 每个家庭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命运 每个家庭都是个小地狱 每一个配偶 都可能成为对方的地狱 我们为什么要哭呢 怎么了 我们 我们怎么了 而且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当我们慢慢想明白的时候 我们已经黏过凡凡 主啊 我们需要你来救我们 男女关系当中的仇敌 在地关系 一代一代人死去 一代一代人上来 在今天的中国的语境之下 我们盼望红卫兵一代人彻底死绝 同时我们要小心 将来我们会不会成为 下一代人的红卫兵 历史就是一代人和一代人征战的历史 然后第六个方面 人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最永恒的 忠贞的爱情 情妇 情人 女朋友 他叫钱嘛 谁敢惹他 我跟谁急嘛 我每天浑死梦想 那是我的爱人 我们一般跟两位亲嘴 就永远亲不厌啊 一个就像我们那个爆料先生 赵镜子 每天都想亲自己 自己是第一个情处 第二个就是钱 最大的幸福就坐在床上数钱玩 永远勿必见 记得这段经文的这样一个牌子告诉我们 他们啊 就崇拜钱财的人 才会去出卖基督嘛 犹大是谁啊 我们那里面都住着一个犹大嘛 不用说三十块钱 有人经常瞧不起犹大 说犹大为三十块钱卖主 我告诉大家 我基本上三分钱就打算卖主了 所以这里面才说 人子要被交给人 那个被交那个动词可以发生什么卖 为什么卖 因为我卖钱嘛 最后一个方面 人生关系 神呼召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我们更新 说将来你要是为神去舍弃这一切 你就有永生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指望 马克福音九章三十节到十章 三十一节 如果我们这个解释 真的更接近圣经的话 让我们感恩 也让我们谦卑 就是我们离圣经 我们从人本主义到神本主义的这条路上 我们一直在路上 我们一直需要CSMP 我们一直需要教会 对不对啊 圣经何等的伟大 我们感谢主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到四 因为我要分两天讲完 一二三四的四个部分 明天讲五六七第二个部分 现在我们看第一部分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过三天 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门徒不懂不明白 我们现在明白是因为 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才会知道 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正因为门徒不明白 紧接着就会发生 门徒内斗的事情 他不知道主说这句话 正在讲 我为什么会死 对吗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 第一次预言和第二次预言的不同 八章三十一节 那里面说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祀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和第二次预言 至少有两大区别 第一 长老 祭祀长和文士 在这里变成了人 第二 动词 那里面的弃绝被杀 受苦 在这里面变成了一个被交 被交在人的手里 我重点讲一讲这两个概念 我们先看人 实际上第三十节已经出现了一个人 就是耶稣离开那地方 应该是离开了该撒利亚 贝利比 现在开始南下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 人知道 不愿意任何人知道 这一句话已经宣告了下面的信息 对吧 为什么不愿意人知道 因为现在主用他的行动 下面图宣告 他讲因人 并且为人而死 不愿意谁知道 不愿意张老三知道 不愿意李老四知道 不愿意所有人知道 所有的人都是杀神者 当第一次宣告 长老继自然和文士的时候 我们要窃窃自喜 反正不是我杀的 所以春美年来 有一个反忧运动 在哥哥他山上 犹太人定死了基督 即使你要仔细读圣经 你那太愚蠢了 不不不 我们都杀了基督 因为主早就说了 说 他会被交在人的手里 于是教育门徒说 人子 他是人 将被交给人 这个人呢 大家读希腊文 应该很熟悉这个词 anthropotos 就是这个词啊 是指所有的人 人类也是这个词 上帝要被交到 人类的手里 被人类杀害 一个方面宣告了 人是杀神的人 第二个方面告诉我们 神是被人杀的神 这两点你要认识 你才了解基督教 我再说一遍 人是杀害上帝的人 上帝是被人杀害的上帝 所有的宗教没有这两个方面 所有的宗教 或者特别东方的宗教 讲相反的道理 第一 上帝是老大 第二 人像上帝 上帝跟人太相爱了 到底哪一种宗教的启示 是真的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这是一比七十亿的 这么一个战争局面 但好消息是 上帝主动的把他儿子 交在人类的手里 这个被交 大家看那个动词 和被卖算是同一词 然后第二个意义指的是 像罪犯一样 被交到国家合法的权力 机关的手中 被以合法的名义处死 这个动词可以在圣经当中 这样来表现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第三个方面 这里面可能有三重被交 第一 上帝把他的儿子交给人类 所以昨天我们最后理解经文 只见耶稣 不见义人 上帝把他的儿子丢在了世界上 摘摊到世界上 把他的儿子交给人 这是第一层含义 对吧 上帝把耶稣交给世人 去定时之间 第二 罪人把耶稣交给罪人 由大使代表 第三 基督把他自己交给罪人 那么人 为什么会这么恨基督呢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一句接文 就是撒摩尔基下 二十四章十四节 大卫说呀 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 我是个罪人 我做了很多坏事啊 但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 人太可怕了 罪人太可怕了 你要有点什么短处 落在人的手里 只有两个结果 第一 他弄死你 他吃你自己 第二 他同行你 包容你 然后你就欠了他一笔债 他永远是你的上帝 你永远还不完的 什么时候你有冲突了 他就会把这个电脑打开 说你看这个事 我还没骂过你 都是别人骂的你 祭祀长文士和长老 变成了世界之主 他们可以代表魔鬼 对吧 空中掌权者 可以这么解释 虽然不是很周眼 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他们进一步的变化为人类的代表 变成了人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第一次预言让我们看见 基督和撒旦权世的对立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徒佛在撒旦权世下 所有的人类 是杀害基督的凶手 但是真理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基督为所有杀害他的罪人去死 并借此成为所有杀害他生命的凶手的救助 这很矛盾 还有张力 这是真理 我们看第二段 他们来到了加拜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耶稣坐下教十二的门徒来说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末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我们看到这个 鸡汤教生命神学 就在这里面开始补造谦卑了 要谦卑 我不反对 当然我们应该谦卑 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的谦卑跟耶稣死有什么关系 不仅如此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认真的 把三十节和三十五节连起来读 你就困惑了 为什么困惑 我们的老师 我们如父如有的那位耶稣 拿撒了人耶稣 打个比方就现在 比如说他就站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 我马上就要死他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开始不太明白 大约一秒钟以后 全人类忘了这事了 这事不存在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关系 那我们关系什么呢 我们还是看一看 我们还是讨论一下香港的事 我们还是做点什么事 大家明白吗 我就在想 当圣灵把这些经文 这么联系性的启示给我们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 大洪水前上帝的心情 他真的是心中有神 就他的儿子在人间 以寂静的雷声向人类宣告 他的儿子要死了 然后你就看见被龙牙鬼捆绑的人类 没听见 完全没听见 然后很多神学家和教会就出来给我们解释 把刚才耶稣的语言放一边 先来谈一谈咱们千雷的事情 我们的天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们来到加百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穿越加利利 穿越加百农 不再有 讲道 不再有神迹奇事 在某种意义上 那个地方的福音已经宣告完了 接下来对加百农就是审判 圣经呢 特别是马可福音 经常用平行的信息 告诉我们主在屋里面教训门徒 可以把他想象为 一些基本的真理 神要教导他的教会 然后我们看到主的那种爱心和忍耐 没有人关心他死 但是他关心我们在真理上的偏离 没有人在乎他 马上就要死了 但是他在乎我们的永生 这是我们的主啊 这是我们要跟随的主 求人给我们一个感动 这样的主值得我们一生去跟随 耶稣在屋里对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主是指导人心的 我只是从人心的角度来讲 他多盼望说 我们在议论你啊死的事 我们在争吵 我们的主怎么可以死呢 门徒不作声 这是不是很羞愧我不知道 或者知道自己真的真的真的什么呢 弟兄姊妹 这一幕不是很奇葩 这一幕是我们的人类 咱们是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生存在基本状态 是不是 我们不说主耶稣基督 当然他是人类的救助 他也是完全的人 就是每一天 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 每一天 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 每一天都相当于一个小规模的 或者中等规模的战争 上帝问我们 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 谁在乎这个 这个才是人类 这才是罪人 就是别人 不用说上帝的儿子 别人的死活和我们无关 这就是那些一听见政治信息 就要掏枪打死我的人的 一个基本状态 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既然能够把这套道理 已知其中的讲 更属灵的就是 都交给神嘛 那和这一幕是完全平行的 你就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了 就是这样的人类 他的败坏 他的冷血 他的麻木 他的羞狠 他的自私 他的无情 他的愚蠢 或者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定子上帝的妖孽嘛 圣经离我们很远嘛 所以以后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认罪悔改 就是主在问我们 你们这路上议论什么 在你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 你在议论什么 你在关心什么 关心什么 好可耻啊 关心谁是老大 或者关心谁 以谦卑的方式成为老大 这就是基督教了 你以为你那点心思 上帝不知道吗 你以老大的方式做老大 和以谦卑的方式做老大 我宁愿你以老大的方式做老大 你还离魔鬼远一点 门徒不作声 门徒比我好 要是我的话 我就谎话连篇 哎呀 我正在想 主要你好可怜的 你怎么可以死啊 门徒不作声还是很诚实吧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谁为大 谁最了不起 不仅政治权力最大 道德形象最大 更最谦卑 最有能力 最最最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的第一偶像 这是蛇试探夏娃 最成功的地方 你们便可以如神知道善恶 你们可以有智慧 这是主耶稣 借着这个问题 追问我们的 谁是我们的上帝 谁是我们的上帝 谁老大还是我们的上帝 这一幕邪恨凡凡 最大的上帝在问人类 人类说 我们得讨论谁是老大 哎呦 圣经啊 圣经太好了 老大问 谁是老大 我们说习大大 大大大大大呀 老大坐下来 洪水泛滥之时 额和华坐着为大 额和华坐下了 叫十二个门徒来 他有多爱他们 这些权力的奴婢 都过来吧 主叫到他们说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末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门徒这个时候 肯定不明白主在说什么 后来主还在教导 这个问题 在第十章又重新出现了 这说明什么 就权力这个偶像 不是一次教导能够拿掉的 但这里面呢 这个主只是告诉他们 你们错了 这个人类的这个大小之变 尊卑之分 荣辱之别 在上帝看来都颠倒了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 人看为荣耀的 神看为可耻 这实际上最可耻的是什么呢 就是鼓动所有的国家 来夸自己是老大 我在说我自己啊 不群废号中的 鼓动所有的CSIP的学员 人不是太了不起了 然后将来我要有能力 办个CC什么威啊 也天天干这个事情 但是耶稣说这个事情错了 整个世界是颠倒的 神国不是这样的 因为神的国只在乎公义 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人的国跟神的国 在秩序上是不同的 但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 就是无论人怎样的悖逆 怎样的偶像崇拜 怎样的淫乱 因偶像淫乱 神对他所拣选的人 仍然坚持教导 他没有修期 看见这段经文内部紧密的关系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这段经文稍微有点长 我在结构当中 实际上用这段经文 谈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败坏 我们先看这段经文 为什么可以放在一个单元里面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港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扔在海里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当盐 盐个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 这段经文和上面的经文 在逻辑上的关联 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比较简要的 讲了人是杀害上帝的凶手 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人类实际上是杀害 逼迫教会的凶手 人是逼迫教会的凶手 而人逼迫使徒 逼迫门徒 逼迫教会 不过是人间 人对人的伤害 弃绝 不接纳 逼迫的一个缩影而已 这样我们在逻辑上 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按照这个结构 从现在梳理一下 36到37节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主以一个小孩子为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不接待小孩子 这个世界不接待基督教 这个世界不接待主 这个世界不接待门徒 但是我会和你们同在 上帝与受伤的 受逼迫的人在一起 这里面因此我们讲同在 大家看 就主的同在 主的同在确保了 就是无论世界怎么伤害我们 上帝会把世界对我们的伤害 变成或者视为对他的伤害 这是何等的恩典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们怕什么 无论世界怎么伤害我们 主说你在伤害我 所以你还记得在 伊玛五四的路上吗 复活的基督教保罗显现 说了一句 保罗当时不太明白的话 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 我逼迫的是教会 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然后与他呼应的 49节到50节 这里面告诉的是 不论世界怎么恨我们 我们要彼此和睦 对吧 所以前后 无非讲了两大真理 第一 上帝与教会同在 第二 教会要彼此相爱 这个信息和 约翰福音的相关信息 很合拍对吗 世界恨你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 世界越恨你们 你们越要彼此相爱 但是这些信息 反过来在称托什么呢 世界真的恨我们 所以在马克福音 十三章十三节 约翰福音七章七节 十五章十八十九节 约翰一书 三章十三节 讲了一个 款款复复讲了一个事实 世界恨你们 那这里面谈到的信息 是平显的 然后往中间走 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 大体上可以说 人不接纳人 以约翰这个雷子为例 告诉我们 人是不能接纳人的 然后充满了对人的嫉妒 但是主教导我们说 要互相接纳 而且告诉这个世界 接纳我的 接纳教会的 一定会得到赏赐 这反过来也在说明 接纳教会的人太少 然后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 这里面其实用一些 平行的信息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不接纳教会的 而且跌倒教会的 跌倒信基督的 跌倒基督徒的人 最后一定会受 更重的审判 那么这两个信息 放在一起和什么平行呢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祝福你们的 必蒙祝福 咒诅你们的 必蒙咒诅 这是圣经啊 所以整个这个信息 放在一起 无非的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里面 人际关系 人和人是不能接纳的 世人尤其恨教会 因此这个世人将来的结局 有两个 因接纳基督和他的门徒 而得赏赐 因逼迫和败坏 基督的教会 而被咒诅 就是这么简单了 而这样的人类 是杀死耶稣的人类 为什么我这样说 等一下我再展开说 这样的人类 是耶稣要为之死 并且希望把救恩 临到的人类 现在我把这四部分经文 展开 再进一步谈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报提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 接待一个 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马太福音的这个 平行的信息啊 他的主题跟马可福音 略有不同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 当时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这跟上面信息是一样的 然后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当中 然后我们看到 只有马可福音两次 说耶稣抱小孩 我再次感慨 马可福音必须有 更多的重视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犯自己千位的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 就是最大的 犯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 像这个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 实际上把这一幕和 门徒争为首的信息 连在一起 并以小孩子为例 这当然也符合真理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马可福音里面 实际上马可福音 完全越过了这个主题 直接把小孩子的 这个形象和下面 要阐述的道理 连在一起 这是我们要特别 注意的一个变化 小孩子放在这里了 耶稣抱他起来了 这一幕也让我们看见 在这一路上 还是有很多的家庭 跟随耶稣 然后呢 说凡为我名 接待一个像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这个话题呢 已经跳过了 为首为大的问题 一定要知道 他转到了下面的一个论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接耐人的问题 人对人的接纳的问题 更准确的说呢 就是世界对教会接纳的问题 然后主在这里面 开明综艺的说什么呢 就说 接纳小孩子的 就是接纳我 接纳我 就是接纳上帝 马太福音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马太福音25章 31到46节 有一段比较长的信息 那里面谈到的就是 在这个世代里面 你把那什么怜悯 祝福 帮助 诸如此类的 做在一个信我的兄弟当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 他记得吗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这是完全平行的 所以这里面 我们的结论就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人 不接待人的这个世代里面 上帝呼喊人 学习接待 特别是接待他的教会 而这种接待 会得到数天的赏赐 好 我们往下看 突然约翰出来了 在我印象当中 在马太福音里面 这好像是约翰第一次说话 这个雷子第一次打雷 雷子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罪人都是很狡诈的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看见一个人 这是一种说法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都很讨厌那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我刚才讲过 真是很感动 当圣经 要把人类的人际关系 互相不接纳 互相记恨 记恨如阴间门残忍 这种罪恶 启示出来的时候 他把约翰同学 叫在了前台 这是学习委员 这是唱诗班 他是罪人的代表 谁能读得懂圣经 很多的外邦人 攻击咱们基督教 信了基督的人 我去了一趟教育好师 什么还不如我 他们不懂圣经 在旧约圣经当中 以色列人何等的不堪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 真的外邦人比以色列更好吗 见鬼去吧 我从来不认为外邦人比我们好 但是我们愿意 为主的缘故 承认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约翰就被拿来捆绑 这首先是一个十字架套路的开端 约翰在这里面展示的全是人性的丑恶 我们这样说也没有圣经的根据 现在大家看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 我们不去查了 都比较熟悉 还记得吗 撒玛利亚的村庄 就是这位约翰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约翰 就是丑恶不堪 兄弟俩要争高位 所以约翰在这里面出现的 每一次都特别丑 所以我真的是很不理解一些传道人 包括那位有名的老牧师 讲约翰福音 伟大的约翰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聚会所的一些什么老牧师 动不动就 保罗约翰使对其生命的成长 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任何一个所谓的圣徒的赞美 理解 你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们不过是人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这些生命神学的历史的曲线当中 他们怎么解释启示录 启示录的老约翰还是那样子 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 约翰借着他和天使的对话 再一次呼喊整个人类 你们要敬拜神 不要敬拜众先知 众先知 所有所有的先知都不要敬拜 你们只要敬拜神 跟谁回应了 圣经有三个平行的经文 彼得说 我也是人 不要敬拜我 保罗说 我也是人 不要敬拜我 约翰说 我也是人 你们要敬拜神 这才是我们的人论 我们的圣徒的观点 所以在路加福音那里面 我们再一次看见 丑恶不堪的约翰 那我们怎么理解约翰 这一次表现呢 圣经当中至少有两次平行的经文 找出来我们读一读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来说约翰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 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翰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我们可以读到这里 就是摩西的一个结论 你们嫉妒吗 以色列人嫉妒吗 教会内部嫉妒吗 我要告诉大家 嫉妒在基督教内部里面 一点不别外邦人世界更少 我们常常看到教会的一些论战和风暴 我从来不看那些花里虎 我是为主 我是为教会 我是为圣经 我是为真理 甚至我是为了爱他 所有这些粉饰的墙 拆毁之后 就有一个事实 出于嫉妒 那么嫉妒 亚哥里面有一句话叫 嫉恨如阴间般的残忍 亚哥八章六节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这种人性太可怕了 他狡猾 他伪装得极其像天使 但是我们靠主应该常常看得见 他就是嫉妒了 而且一旦嫉妒 什么样的道理都没用 那种残忍到什么地步 就是你在嫉妒你的人 那里面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怜悯 你越败坏 你越倒霉 那就是他唯一的幸福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是魔鬼的属性 阴间的属性 这是阴间的品质 但是这个嫉妒还有第二个特点 我们就是说他特别的伪善 你很难捕捉到 过去两年围绕着远牧师的一些风暴 我不喜欢远牧师的神学 我们大体可以看见 记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不听你的套高调 在我这没有用 所以这不是新现实 从以色列人说埃及 一直到使徒时代 从约书亚一直到约翰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在西约圣经还有一个平衡的故事 不许查了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二世纪 而嫉妒 约翰所代表的人性的嫉妒 阴间的残忍 正是基督和教会被害 被逼迫的主要原因之一 证据在哪里 马克福音十五章十节 他原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见到来 所以比拉多很聪明 看见这个犹太社会全都疯了 要弄死耶稣 他就一句话 直到他们就是因为嫉妒 那么这个事实 约翰代表的这个事实 和主耶稣宣告 我要被交到人的手里 被杀并且复活 这不就是逻辑上 极其极其简单的连在一起吗 对吗 他在讲什么 我要被交在人的手里 凭什么 因为人嫉妒他 这么逻辑紧密的一个单元 为啥要窃碎呢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五节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硬博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我们的主死于人类的嫉妒 我们的教会受逼迫 因为人的嫉妒 教会内部的很多风暴 出于罪人之间的嫉妒 而基督教要永远记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最糟嫉妒的一个宗教 打来引号的宗教 为什么 世人恨我们 很大程度是因为嫉妒 因为我们竟然宣告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这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恨死我们了 有两个办法 表达他们的嫉妒 第一就消灭我们 第二呢 他们自己起来要演上帝 凡是把自己打扮成 上帝模样的这些假嫉妒 背后里面有一个动机 是因为嫉妒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我说这节经文 我有点揪起 很多这个生命神学也好 我说那个鸡汤教也好 用这段经文说 哎呀 所以你不要批评别人了 不要批评别的宗派了 到底是不是这个含义呢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疾度 应伯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好吧 我们把两个表述要平衡一下 我们就站在中间了 就不至于特别事快 特别相怨 然后我们再看主讲的说 这些人 这个人 是帮助我们的 那么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 被主认为是帮助我们的呢 那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 第一 奉主的名 第二个赶鬼 第一是奉主的名 至少在主的这个表述当中 他应该是真信主的名 这样的仗我们不要打 我们不要攻击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是真信基督的 何谓真信 你自己去判呢 第二个特点 这些人在干什么 在赶鬼 赶鬼在马可福音里的语境 那真的就是面对世界的诠释 这样的人 你应该去支持他 去帮助他 而不是说去 站在鬼的那一边 去打击他 不是我们不宽容 不是我们攻击人 是人在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才是 奉主的名 正在赶鬼的人 是他们在攻击我们 我们越是赶鬼 我们就越被攻击 所以我倒愿意主这句话 能够让更多的 其他宗派 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见 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们奉主的名 我们正在赶鬼了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 可能会均衡一起 这是一节 犯言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就是在宣告 接纳教会 接纳基督的人 会有属天的赏赐的 我们可以广泛地说 就对人的接纳 对基督的门徒的接纳 是上帝最祝福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直在逼迫教会 那就是上帝给亚巴拉罕 所托付的宣告那个咒诅 一定会淋到这个宗族 你出不来的 不然神的话就会落空了吗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这样讲 接纳教会的必蒙祝福 逼迫教会的必蒙咒诅 神的话是安静在天的 毫里不爽 整个人类的历史 西方世界的历史 就是接纳教会被祝福的历史 逼迫教会被咒诅的历史 那么我们要从这里面 为我们这个民族打告 远离更多的咒诅 更多的去领受上帝的祝福 四十二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 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时 拴在这人的镜像上 扔在海里 这个咒诅很残酷 这个咒诅针对的 不仅仅是教会里的人 跌倒教会里的人 也指的是所有的人 跌倒教会的人 对吧 这是铺天盖地 覆盖整个人类的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 大家想到这里的时候 你想到了什么 你就再一次看到了 婴孩洗礼的真理 有人说孩子没有信 瞎眼嘛 主自己说 信我的小孩子 你说孩子没有信心 我再次告诉大家 所有这些宗派 所有的这些教义 都一直把理性和信仰混为一台 他无非再说 孩子没有大人的理性 但是你要稍微有一点点 神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圣经讲的信仰和人的理性 在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对立的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是圣经上的话 对吗 人非有信 不能进神的果 这是圣经上的道理 对吗 然后主说 在天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 你自己做简单的助教题 好不好啊 孩子如果没有信 为什么在天国里啊 上帝不在自己打自己呢 孩子进天国 一定是因为孩子信靠 那你说 我怎么知道 孩子信靠 用得着你知道啊 你以为你是大大大啊 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啊 这种蠢 对吧 好吧 我错了 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还在那变 就这么一句话 就可以彻底推翻这些人 就是信我的小子嘛 大家还记得这个 说提摩太怎么说 保罗怎么说 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嘛 提摩太从小怎么明白圣经 我还是那句话 你管得着吗 上帝说他从小就明白 那一定是他从小就明白 而且那个小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从婴孩开始的 孩子们的信仰 真的是神所赐的 信心是神所赐的 我们对信心的理解就是 这孩子在成人时期 慢慢炸弹 然后有信心了 你这纯粹是魔鬼的道理 我要告诉大家 正相反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些 高等动物当中成长 越来越没信心了 越来越像我们一样 混账 知道吗 他想给他心理 让圣灵与他同在 反正是信我的 一个小子跌倒的 这句话有没有可以 应用到现在反对 婴孩吸灵的一些人身上 我真被他们害怕 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 那个哑巴鬼捆马 那个孩子 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危险的事实 是什么呢 就是平田这里的经文 他让我们看见 孩子有三大命运 第一 受洗归入基督 第二 被魔鬼捆绑到永远 一生下来就被魔鬼捆绑 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 第三 被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罪人 更多的高个子的罪人 不断地跌倒 不断地败坏 每一个婴孩降生的历史 如果在基督之外 就是不断被承认跌打的历史 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何止呢 需要主啊 所以为什么主要把孩子 抱在他的怀里 他简简地抱在怀里 我这太感动了 你不要再伤害这孩子了 他一个人讲 每一个婴孩的降生 都带来了上帝 对人类并未失望的信息 但是呢 每一个孩子 被承认跌倒 都宣告了魔鬼说 我才是世界的王 所以圣经行教会 我们从婴孩洗礼开始 范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 扔在海里 我们再一次看见了 格拉森猪群 狂奔入海的画面 那些猪都犯过类似的罪 否则的话 何以如此呢 伟大的猪国嘛 对吧 不仅人对人的跌倒 就是罪人对小孩子的跌倒 43节还让我们看见 我们也自己跌倒自己 每一个生命啊 每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乱人 都是妖精般的人物 这个不要谦虚啊 我们都是妖精般的人物 我们的肉身彻底败坏 全然败坏 所以这里面用排比的手 是一只手 一个肢体 然后呢 什么眼睛啊 腿啊 我不去读他了 眼睛啊 我们的肉身会作网 大体可以这么来解释 然后我们跌倒自己 我们也跌倒别人 但是这里的信息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马太福音的 登山宝训 记得吧 有一些信息 在那里面出现过 所以这还有 另外一个方面的用意 就是主记得这些事 在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的败坏 因此啊 他必须被这些人弄死 必须为这些人死 这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人间 谁能拯救谁啊 所以他非死不可 是这个道理 我以前我们讲 登山宝训的时候 谈过 就是主宣告了 这些事实以后 无非再告诉 所有听见的人说 所以没有人能行律法 我必须上十字架 这是登山宝训 跟十字架 这是前面的山 和哥哥他山 真正呼应的逻辑 但是现在的 我说的鸡汤教 和生命神医院 还在那里强调 我们要按天国 宪章去生活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马太福音 五章七节 那些标准你能做到了 福音书到第八章就结束了 我这样说 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去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看到 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 就借着这样的宣告 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 看见手了吗 罗马书第三章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奔跑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单元在铺垫什么 铺垫铺垫铺垫 为什么主说的那么决绝 人类是杀死上帝的人类 这是人类 这是我们 这是其中之间的一个逻辑 然后呢 大家可以打开 以赛亚书66章 1到24节 我们就知道 主者里面讲的这些信息 特别是48节 那里的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完全引用的是 以赛亚书66章 然后你们告诉我 以赛亚书66章 和和本注释的标题是什么 审判全人类 这是圣经 那个总结没有问题 为什么审判全人类 因为人类是杀害上帝的人类 耶稣现在来 要拯救这样的人类 这些信息都可以平行 49节 因为必用火当盐 盐个人 饭即物 必用盐盐 盐本是好的 若食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贤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这个可以讨论 很多人都在讨论 什么是光 好像不是很难 什么是盐呢 我在上面那里呢 把旧约当中相关的 关于盐的信息 放在那里了 然后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路加福音十四章 信息稍微又多了一些 告诉我们 什么叫世上的盐 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的领受 盐主要是两个概念 第一 永远的意思 勇于勇言 这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教会里面 要彼此相爱 彼此和睦 但是你得有偿性 我觉得我们 这个最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没偿性 我不是要伤害你吗 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 求生特别怜悯我 就是一届学生 基本上到第三年的时候 就开始到矛盾了 开始的时候 恩爱有加 第三年就 越来越听不进去了 这是一个教会的现状 这也是一个学院的现状 这是中国人民的现状 但是我们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大约这样 要预备 任何一个教会 都有三年之痒 为了避免这个三年之痒 有个很好的办法 那就是开始你就和人保持一点距离 不要让人家说 哎呀 人为师 你是我见到华人教会最好的牧师 我以前一听就信了 我现在基本上第二天我才信 我的生命在成长 对吧 颜的第一个意思就是长久 第二个意思 综合这些信息 你会发现 颜是先给上帝 现地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祭品 颜对人类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 我这个不是什么灵异结晶 看我把这些信息全放起来 大家自己回去看 那就是上帝要求基督徒 神的儿女 在这个世界上 对人类最最基本的需求 怀着最最基本善意的回应 这是神的国的一个见证 我举个例子 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跌倒了 你不敢服 这就说明 这个社会是个妖孽的社会 这是地狱 比地狱还恐怖 上帝吩咐他的儿女 就是在人类最低最低 最基本最基本的善意方面 基督徒要活出来 这倒是要活出来 这才是颜 颜就是你供应生命最基本的需求 当这个最基本的需求 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种族当中 都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宣报 这个地方是个地狱 这不是很难 所谓献给耶和华的献祭 我们基督徒读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不是上帝他老人家坐在那里 汤都泡好了 馄饨都有了 差一点盐 你给弄过去 神说要我们的献祇 就是你要把这个的生命 这种品质的生命 见证出来 我们学习 长久的长性 不要三点两头 一个教会就打翻了 翻脸了 这个我在说点难听的话 真是不知道羞耻 一个打男人 怪两天就翻脸了 彼此都不认识了 第二个就是 你哪怕翻脸了 你能不能持守一点底线 就是做盐的底线 你不要一翻脸 就把山西的特产 拿出来打一地 有山西的朋友 不是指这个 正娘也有醋嘛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教导 就是做世上的乙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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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